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地心人传话》这本书 据说历朝历代都有外星文明降临的事迹 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借助总部的科技 无凡亲身体验了金星人的生活 那里和地球又有什么差距呢 地心人传话的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呢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 少年感的宇哥来咯 哈喽大家好 你就是大家眼中的小唐 那么根据地心人伯尤罗的叙述呢 古华夏的几位远古首领 都是受到来自于天狼星文明的影响 他们深知外星文明的秘密 才带着古人类一路发展下来 自大鱼死后呢 他的儿子起登位 天狼星文明也撤出了地球 那在这之后呢 还有别的外星文明干涉过历史的发展吗 听了这么多的故事呢 无凡觉得历史上的很多怪事和传说呢 都无法用科学和常理推断出原因 一定都和外星人有关 而布韦罗接着就讲了 他说后来呢 随着总部的约束 完善和加强的 大部分的外星文明都离开了地球和太阳系 留下的外星文明呢 由于种种限制 尽量不干涉地球和自然发展 所以呢 自华夏之后呢 基本都没有被外星文明干涉过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一统六国的秦始皇呢 当年有一只外星文明就拜访过他 对方呢叫晚曲文明 是一种在海底隐世的外星文明 在古书里呢 被记载为晚曲古 而晚曲文明呢 好奇秦始皇的心性和才智 所以前去见他 当时的秦始皇已征服六国 晚曲文明呢 为了不让秦始皇 对他们资深征服感 并没有告诉他外星文明的来历 只是开着飞船 以神秘莫测的身份 拜访了他 秦始皇见到外星种族的奇能呢 误认为是神仙下凡 这也是他晚年呢 坚信长生不老 和有神仙存在的原因 后来呢 这件事情被后世记载在了一本 叫做十一纪的古书当中 书中就写到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呢 有一个长得像锣一样的东西 降落在了咸阳宫里 那么这个锣不仅能飞啊 还能够潜入海底 也叫做伦波洲 伦波洲里出来一个身高十丈的人呢 这个人自称来自于晚曲谷 身上穿着像是动物的皮毛 皮肤上呢还覆盖着很多羽毛 耳朵呢居然长在脖子上 另外他的眼睛特别大 脸长得像小孩一样 他自称呢在晚曲国一天呢 相当于秦朝的一万年的时间 又说呢 陈国在咸池 日末之所九万里 按照当时的里数呢 一般三百步作为一里呢 一步大约是四十五厘米左右 这样算下来呢 这个九万多里 大概就是如今的一点二万公里 晚曲文明告诉秦始皇呢 很多远古时期的知识和趣文 出于礼仪呢 他们送给了秦始皇一笔啊 剑作为礼物 上面没有任何的超能力 只是炼制的手法比较超前 后来秦始皇让人研究这笔剑 误打误撞的就发明出了 现在才有的金属 个和记忆合金 随着时间继续流逝呢 到了西汉末年呢 天王星的一只外星种族啊 想要实验未来的政策 放在古代是否可惜 于是他便来到地球啊 找到总部申请 申请通过之后 他们选择了没有被外星文明暗中操控的 华夏文明 这只外星种族来到了华夏地域呢 通过了五级物理定律来计算 五级物理定律呢 就是指啊 研究分解啊 掌握时间规律 只要破解时间的规则呢 就能够根据空间的频率啊 来计算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啊 时空运算 最后呢 把当代的一些可以运行的政策 通过量子思维啊 传递技术呢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传递给当时的一个地球人 叫王莽 最后王莽就建立了他的新潮 大刀阔斧的 就把当代的这个政策和想法啊 在古代推行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啊 证明了这个实验啊 是不可取的 历史的文明进展啊 需要循序善诱的发展 将不同的时空的想法呢 强行转移到另一个时空人的身上 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三国时期呢 魏国曹瑞在位的时候呢 有天出门就遇到了一个 从外星基地偷流出来的人星实验品 那这个实验品从小在基地长大 好奇外面的世界 结果被曹瑞呢 就遇到了 曹瑞看他腋下 长有数寸的这个肉翅 又丑又怪 完全不同于人类呢 认为是妖怪 于是就把他给杀了 外星人得知呢 没有计较 反而把视频啊 放给了基地里的其他实验品看 让他们知道呢 地表的人类啊 是不喜欢他们出现 乱出去呢 只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件事情啊 反倒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件骑士就被记录在了 《纽阳杂组》之中 这本书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在唐朝年间呢 有两个年轻人去山里游玩 不慎迷路呢 不知所措就遇到了一个白衣人 将两人啊 引出山去 这个白衣人告诉他们 月球是七宝合成的 表面有很多的环形山 晚上发射的月光 其实是反射的太阳光 另外还有八万两千个维修工啊 在修理着月球 不过呢 以当时古人的文化水平啊 是很难理解的 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否则古代呢 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 怎么能够得知月球上 是有着环形山和洼地呢 至于白衣人呢 布韦罗就说是 亚特兰蒂斯种族的幻化 他所说的七宝呢 近代人类已经证实了 月球的岩石99%的成分呢 是氧 硅 铭 铁 铜 铝 钛 不多不少呢 刚好七种元素 那八万两千修理工呢 指的就是智能机器人的数量 在月球内部啊 时刻检测维修 并不是真正的人类 那时间呢来到了唐朝的唐德宗真元年间 某天呢有支外星种族飞行器啊 在空中实战演练 两个飞行器演练的磁场波动 就扰动了高空的水蒸气和大气等离子 造成了混乱的雷雨天气 当时没有控制住力度呢 把一个飞行器里的外星人就甩出了外面 来到了地面上 当时就被百姓给看见 他们就认为是妖怪 唐朝末年的唐熙宗年间呢 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外星飞船内部运转失误啊 就导致被迫降落地面 当时被古人发现啊 研究不透认为是神木 就进贡给了当时的皇帝 那唐熙宗身边的学者和大臣呢 当时也都不认识 还有人拿下一块仪器 零件来研究 结果仪器离开母体就出现了幻象 当时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被把它收走 至于明清时期呢 也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啊 就被一一赘述了 而如凡呢 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啊 又问道 那外星人的基地的分布啊 都在哪里呢 能大概说一下位置吗 布宇罗就说啊 大概在你们国家的西北戈壁 西藏新疆 喜马拉雅山 神农架 青藏高原 现在的昆仑山 以及地球北纬30度的原始森林里面啊 都有一些外星人的基地 不过呢 人类最好不要去冒险啊 那里是非常危险 说完呢 他站起来啊 他说 总部的科技呢 可以让你体验到外星人的生活 吴凡你想试一试吗 吴凡听后啊 自然是兴致勃勃 于是他选择了前往惊喜 刚刚选择完毕呢 只见周围的空间呢 瞬间就出现了虚拟变化 不仅如此呢 就连空间的范围也无限地扩大 不久之后呢 他就停在了一片金色的世界里面 周围呢 没有路 放眼望去呢 都是金色的巨型建筑 以及各种飞行器啊 在天空里穿梭 立马他就感应到了空间周围的温度 重力以及压力 随着身体的变化呢 创造出了一种适应他身体 空间的一种质量 以便呢 让他在金星文明的世界里 畅通无阻 如果按照地球现在的重力引力 和金星相比的话 那么金星的空间状态 要比地球重两倍 于是吴凡用手碰触了一下身边的建筑 手上传来的实实在在的触感 而眼前的状况呢 让他分不清楚啊 究竟是现实还是虚拟事件 随着他逐渐的适应呢 周围的事件就变得越来越热闹 大多都是没有见过的奇特的机械和飞行器 在空中运转 但诡异的是 周围一片安静 一点杂音都没有 走了几步呢 吴凡突然就看见金星的高空和地球 也不一样 金星的高空没有云彩 仿佛被一片片波涛汹涌的这个大海笼罩着 他马上就向这个智能系统发问 得到的解释呢就是啊 那并不是海 而是一种啊 全球覆盖的电浆磁场 用科技分离出电浆等离子体呢 跟金星上的磁场相结合啊 就可以将这股结合的能量 轻而易举的放到天空 呈现出啊 金色汪洋的一种状态 由于金星的地表和领空啊 气候都十分恶劣 所以金星人的诞生和发展文明啊 都是在地底深处 随着科技文明的提升呢 他们把目光放到了地表 建造出了大片的电浆磁场技术啊 用于改造金星的环境 类似于地球的臭氧层保护 于是乌凡听了大概的意思啊 想着如果人类发明了这项技术啊 就可以清理高空污染 还人们一片蓝天了嘛 他一边想一边就走到了一扇 类似于金属门的面前 不等他敲门呢 门便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走进去之后呢 吴凡就看到了货真价实的金星人 和地球人类长得很类似 不同的是啊 金星人的身体高大协调 完美匀称 貌似啊都被金星设计过一样 后来通过跟布韦罗交流得知呢 无论是金星人还是其他外星种族呢 只要能够提升到初级文明啊 就可以用科技按照新意呢 给自己的身形塑形 还能够做全方面的改造 比如消除身体隐患 摄入完美比例的营养 可以让身体健康长寿 除此之外呢 吴凡还看到金星建筑大厅里啊 有冒着雾气的人影 虚拟发光的人形 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科技 这次贱文呢 就再次让他眼界开阔 不由的感叹呢 亲自体验和听闻的差别 实在是太大了 等到他意识回到了现实世界之后呢 布韦罗就告诉他说 他已经在基地里待了两天了 明天呢 就该送他离开了 于是呢 两个人就开始了最后的兑换 通过这段时间的体验呢 吴凡最大的感触就是科技文明的等级啊 带来的差距 人类已经掌握了电荷 电磁和反应等技术 已经算是最强的低级文明 只要再努力一步呢 就可以成为初级文明 那实现初级文明之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是环境问题 初级文明呢 就可以研制出类似于总部万能量场的能量 从而进一步做出覆盖全球的电磁引力镜技术 或者电浆磁场 只要研制出这项技术呢 就可以把地球的空气质量提高 把不良的气体呢 全部转化为有机能量 经过一段时间处理之后呢 地球的生态环境啊 就会变得干净透彻 不仅如此呢 这种能量呢 还能使得自然灾害减少 随着今后技术的成熟呢 可以控制地球板块和磁场的分布 连人类最大的难题地震呢 都有可能解决 而这种技术所需要的能源呢 就是核聚变能源 这种能源成熟之后呢 其他的物质能源都会被淘汰 比如说石油 煤炭 天然气等 那人类只要不再挖掘浪费地球资源呢 那地球的生态呢 就会恢复更好 更均匀 重回到理想中的世外陶遇 其次是初级文明的医疗体系 如果人类能够达到初级文明 那么培胎从母体发育的时候 就会被扫描检查 设计和改造 一直到出生之后呢 给身体植入纳米芯片 就可以时时刻刻监视身体运转状况 破解了这种基因密码 而人类的寿命呢 也会随之延长 只是这方面涉及到很多利益纠纷呢 所以想突破初级文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初级文明的人类每天做什么呢 不用上学读书提升自己吗 布韦罗回答道说 初级文明的人类一出生 就植入了纳米芯片 随着年龄的长大呢 纳米芯片会以量子模式呢 把各种知识啊 从简到烦呢 传入到脑神经元 逐渐就掌握了各种啊 知识技巧 而初级文明的种子 虽然不用每天工作 就能够得到生存资源 但是基本的生存福利呢 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获得更多的财富啊 或者是价值呢 就需要自己去创造 而初级文明之后啊 所有的代步工具呢 都是智能系统 飞行器的速度呢 也都接近了光速 想去任何地方呢 只要让智能系统啊 设计好路线 分秒之间呢 就可以来往 同时不用担心发生 空中交通事故 随着科技的提升呢 彻底掌握了磁场 空间 时间 引力等实践理论 就可以在母星上建立啊 空间扭曲 虫洞跳板 这种隧道呢 就能够让你啊 从一个空间 跳跃到另一个空间 而待虫洞技术完善之后呢 还可以在太阳系建立 虫洞跳跃隧道 实现啊 星际间的传说 那经过了这两天的体验呢 无凡大概是了解了 虚拟物质 就是用科技 把无数的原子融合 按照心意呢 融合成各种心态 在需要的时候啊 用科技凝固 不需要的时候呢 直接就分解 这样呢 人类就不用啊 设计好图纸 又挖地基 再运载各种材料啊 才开始动工 浪费时间呢 又环境污染 在两人交谈很久之后呢 无凡心知啊 如果以后没有特殊的机缘呢 怕是再也不可能 接触到布韦罗 这样的外星种族 而布韦罗呢 是个心地善良的 三次妖种族 他们的文明先进啊 这次呢 为了总部的任务啊 招待地球人吴凡呢 并非只是为了 把他当作一个 文明落后的普通人 而是诚恳大方的照顾他 话题结束之后呢 布韦罗就把他带到了 来时候的那个大厅之中 吴凡就发现呢 这次送客的外星人 比上次多了一些 经过了这三天的体验呢 他的眼界和想法 都改变了不少 所以面对更多的外星人时呢 十分的平静 没有刚来时候的激动和紧张 所有的种族 适宜他坐下 一个火星人就对吴凡说啊 只要人类虚心接受意见 用不了多久呢 就会迎来 人类科技大提升的时代 如果人类没有重视呢 依旧我心我素啊 勾心斗角 破坏环境呢 那就是无遥可救了 同为一个家园的人呢 我们有义务提醒你们啊 后续发展呢 要团结和平呢 才能够快速地提升科技文明 而吴凡呢 也表示啊 自己一定会不负众望 向人类同胞传话 三日时间一到呢 他已把布韦罗啊 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离开时呢 他抓住布韦罗的手 他说这是啊 他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史千文明 而三族一种族的人的手背 人类啊 温度更低一些 有冰冰凉凉的感觉 对方呢 也是不舍得看着他 最终呢 无凡转身呢 朝来时的路走去 这段离奇的经历啊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地心人的传话和警示呢 也告诫我们人类啊 要共同把所有的经历呢 放在提升科技 一起啊向着初级文明的方向 迈进发展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这期内容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 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 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哦 奖品的内容呢 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 还有小堂抱过的娃娃 那我们的抽奖的审核标准是什么呢 抽奖的标准呢 就是我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 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 所以大家要多留下精彩的留言 吸引我的注意哦 没准下个粉丝就是你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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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